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83回 徐凤年很想告诉出入江湖的懵懂少年 那些人前白衣飘飘仗剑走四方的大侠 也要为一日三餐费身 那些看似不是人间烟火的漂亮女子 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肚鸡肠 那些药物扬威的一方诸侯 也有打落牙齿或血往肚子里边吞得憋屈 只不过最终还是作罢 少年郎的江湖梦能多做一天白日梦都是好事 徐凤年弯腰摸了摸 坐下棕色马匹的柔顺棕毛 自己那个一见面就对媳妇大放厥词的老爹 说完那句话就不出意外的讨了一顿的痛打 但让世人感到惊奇的是 这名辽东航武出身的年轻武族 一次一次死里逃生 一步一步登顶庙堂 除了与寻常将军并无两样的一具铠甲 更披上那件王朝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拦断蟒袍 不过在世子殿下眼中 北梁王大祝国大将军 这几个让人敬畏的显赫头衔 约门是灯下黑的缘故 都极少去深思 记忆最深的 只是徐霄年复一年的缝制布写 少年时代觉得徐霄是无聊透顶 如今也还是觉得徐霄是无聊 无聊无聊 人图徐霄许多言语 但赵长林死了 那么多同生却不共死的老兄弟都死了 始终呢 也围在娶王妃 子女嫁的嫁游学的游学远行就远行 他又能找谁聊去 徐凤年常呼出一口气 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挺无聊的 起码这趟北行就是了 世子殿下没来由想起了 沐建温华的一句口头禅 当下很忧郁啊 话说鱼龙帮一路平安无事的 到了燕灰关的附近 徐凤年呢也就反身北上 之所以没有出流下城 便往那龙腰洲腹地而去 是怕被魏老狐狸瞧出端倪 据说春弄秋水已经惹人生疑 徐凤年不想在这种小事上节外生枝 与鱼龙帮的离别 既谈不上半点伤感 也没如何欢喜 平淡如水 鱼龙帮不敢入城 只能在一处黄土高坡夙业 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的滋味不好受 也就是功成名就以后 一苦思甜的谈资罢了 当下没几个人乐意吃这份苦头 鱼龙帮毫无悬念的 只有少年王大使给徐凤年送行 夕阳夕下 徐凤年上马前 停步笑道 教你的拳法口诀啊 不是什么神功心法 靠的呢是滴水穿石 你就当做是强身健体 至于那叫三金的剑招 你这辈子都未必可能使得出手 如果呀 你知道创出这招 剑石的剑格是个缺门牙的老铁匠 一定会很失落 他呢 姓黄 西蜀人 这辈子穷困潦倒 既没媳妇也没徒弟 我就当替老黄啊 收你当个徒弟 你们俩呀都是笨蛋 笨师傅不嫌 徒弟不聪明 江湖油子太多 个个都是想成精的狐狸 我呢 就是一个 石城人呢 反而成了这凤毛麟角 你呢 也是一个 所以呀 你别学我 我若是没能回北梁 你的剑术 好歹还留下一场 徐凤年上马以后 一人一击一春雷 奔赴北马 王大石驻足远望 直到徐公子身影消失 才握紧拳头 给自己鼓气 告诫自己万万不能偷懒 一转身 看到刘尼荣站在不远处 才鼓起的勇气 荡然无存 少年只剩下局促不安 刘尼荣一笑置之 一起呢 走回山坡 王大石再迟钝 也看得出 他与徐公子之间 剑拔弩张的关系 他小心翼翼的说 徐公子真的是好人 刘尼荣柔声道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人 我不否认 王大石仗红着脸 少年性子憨厚 一张嘴笨拙 不知从何说起了 咱们再说这徐凤年 徐凤年单济朝北 坐在马背上 以道门基础口诀 做一纳气六吐气的 氧气功夫 与马背起伏 天衣无缝 吹以去热静心 忽以定八风 喝气重青莲 须以养龙虎 不断负以叩齿去敲金玉 在脑中回想 体内气机 孰能生巧 久而久之 便如同那身体雄 金鸟身 自称三青天 大黄庭登天阁 最明显的 就是形成一层 包裹心脏的护甲般的气机 不同道门教派典籍的阐述 各有鞭叉 有说是金丹成就真人原因 也有说是心直长生怜 徐凤年已经能够清晰感受到 体内心脏周围 有六条气机 欢快婉转 如龙咸珠 给予心脏强健的庇护 只不过徐凤年 还远未达到 出窍神游的内饰境界 但在不断疯狂吸纳 大黄庭过程中 对借天象接地气 有了一种懵懵懂懂的雏形感受 离金刚镜 虽然还有一层窗纸没有捅破 不过徐凤年自信 此金刚镜 更像似两禅寺白衣僧人的天王下 与寻常顶尖武夫有所不同 否则呀 早就死在了 呵呵姑娘的手刀刺杀之下了 大黄庭玄妙的仪器灌三清 简单而言呢 就是心窟气劫之前 哪怕肢体背断 都不至于严重影响战力 这比身上那件价值连城的蝉丝软甲 可要实惠太多了 因此三教圣人境界 要远比那以利正道的江湖龙满 更容易接近陆地神仙 只不过境界高 不意味着杀人手段下 佛门虽也有金刚怒目 降伏似魔一说 但终归还是更注重菩萨低眉 慈悲六道 这也是北蒙武平 将国师麒麟真人 与两禅寺主持 独立于武平之外的苦心 至于那清衣曹长青 须知此人呢 也曾是领兵杀伐的绝代儒将 被誉为 让天帝发杀机 叫龙蛇起露地的奇葩 是黎阳北蒙 两大王朝 千万读书人里的 头一号的一类 徐凤年随着境界攀升 对天地感知清晰度暴涨 回头再去想江南道上的相逢 越能感受到曹官子当时的深藏不漏了 没了这鱼龙帮需要顾忌 单枪匹马的徐凤年 白天头顶猎日 晚上披星带月 半旬的日子就到了龙蛇州的附地 再有一日行程 就可以进入飞湖城 他的坐骑呢 是一匹脚力平平的猎马 早已经累得够呛 这些个日子风尘仆仆 尘土扑面 他俨然成了一名不休蝙蝠的邋遢汉子 其实啊 不用那张生根面具 都已经没人认得出 这位佩刀游侠 就是玉树临风的世子殿下 大漠黄沙骄阳 道路上热气生腾 徐凤年放缓了马速 真是有些追忆 那江南烟雨小桥流水 便是乡野村庄的女子小娘 也透着那么骨子天生的水润 在江南 渴了就去溪里弯腰饮水 在这满眼荒凉的荒野上 撒泡尿放个水 都觉得心疼 好像是丢了几两银子似的 孤苦伶仃的徐凤年 从身后马背上摘起水囊 喝去最后自行滚烫起来的一口水 他咧嘴笑了笑 百里无人烟也有好处 幸之所至啊 养剑御剑也好 剑气滚龙壁也罢 都可以死无忌惮 这一片广袤土地上 蝎子独虫无数 已经发现都可以试着 以生死被人去斩杀 十次有八次 都要角度偏差导致落空 偶然有一次击住 也多半因为契机的不畅 力道嬴弱而无功而返 但也有极少的情况下呀 误打误撞 能让咱们这世子殿下 如疯子一般的仰天大笑 也对啊 不是十足的疯子 谁会带十二饼飞剑来到北莽啊 至身寂寥天地间 无法与人言的无聊世子殿下 无牵无挂 无所依托 故而真正坐到了心无旁 一边锤炼趋圆满的大黄亭 一边翻越刀谱 拣选晦色运行图 去汽油关爱 修为无形之中 突飞猛进 那一层窗户纸啊 也是越发的千宝 徐凤年也不着急 饥饿销售的坐骑 已经偷懒 耸了着脑袋 马蹄沉重凝滞 不肯前行 打响着有气无力的马蹄 这徐凤年呢 轻轻地夹了夹马腹 俯身摸着满是细碎黄沙的干枯棕毛 他轻声笑 这一路上几只水囊的水 可大半都他娘让 让你给喝了 别跟我撒娇啊 再走几里路 我都已经瞧见吹烟了 指不定啊 就是一间客栈 好兄弟 到时候肯定亏不了你 虽说的确已经可以看到人烟 但望山跑死马呀 徐凤年知道 这匹相依为命的猎马 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就翻身下马 松开马僵 让他跟在身后 没了一百四五十斤的负担 这匹啊 皮包骨头的懒家伙 终于缓过去了 立即采取轻快的小碎步子 不忘用马脖子蹭了蹭这位主子 徐凤年瞧着这家伙的撒花 哭笑不得 脚力差归差 他呀 倒也不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人一马慢悠悠的走向吹烟声起出 徐凤年张目望去他吃了一惊 这座客栈竟是规模不小啊 四合院的骨架主楼有三层 客满的话能三一下百来号李旅人士 除了五六辆马车 客栈外头住有一座简陋马厅 停满了三十几匹马 大多是毛色发亮 高大健壮 好几匹骏马 四名里边都能听出居傲来 足以让世子殿下自残行会 客栈外头呢 有名游黑的殿小二 蹲在这枯树墩上打瞌睡 脚边上有一眼散发着清烈水气的全景 这能让旅人嗓子发烧的大漠里边 有这样一口景 比起那晚上有个俏娘子滚被窝 来的还让人眼馋眼线 徐凤年见殿小二睡得正香 嘴角流着口水 笑得意味十足 男人也都懂 也不知啊 是在惦念着哪位曾经途经客栈的美貌女子 在这鸟不拉屎的漫天环沙中 大抵逃不过 皮肤白 胸脯坠 屁股翘这个路数 徐凤年呢也不吵醒他 轻轻走过去 摇起滚烫的木质机关 拉起一只水桶 拿勺喝了一口 正要给难兄难弟的兽马 洗刷马鼻 皮肤如黑碳 肌肉结实的殿小二猛然的惊觉 看到这家伙偷水 他跳下住墩子 二话不说 一脚就踹过来 徐凤年不惊不怒 脸色平静 腹部一缩 西年助这能让寻常汉子 躺上半年的凶狠一脚 见这殿小二面容骄横 抽不回去 正要悬身再搭上一脚 这徐凤年连忙微笑 哎哎 并非有心白喝这水啊 小哥照行请来算钱便是的 我要住墩 能不能帮忙安排一样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动弹不得的殿小二 书架不输人 游自气势汹汹 怒是骂道 嘿 老子要不是醒过来 这水可不就是白喝了吗 住个鸟来点 瞧你这根畜生似的穷酸样 都里边有银子才叫怪事了 再不滚呢 老子可要使出绝学 到时候生死不复 徐凤年一脸的无奈 正要后撤几步 稀释宁人 没料到客栈门口 出现了一位 双手插在水桶腰上的 中年女子 两颊涂抹了浓重的胭脂 凝结成块 显然不懂什么装容技巧 十分醒目 她狮子吼一般的喝道 行物财 叫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绝学 断了客栈的财路 老娘让你断子绝孙 这个有个颇为不俗姓名的垫脚二 浸若寒蝉挤出一张笑脸 撇向徐凤年的眼神呢 还称不上是友善 他抽鬼脚 他冷横倒 算你小子 运气好 齐武祖 给这位公子的宝具啊 仔细的刷洗 为上等麻草 敢刷小心眼 老娘笑死你 脸上妆容 与他小蛮腰一般霸气的女子 面对徐凤年 笑脸就要热情真诚许多了 他伸手招呼道 公子 快快请进 咱们呢 这丫头绿客栈 能吃能喝能住 假钱公道 同手无弃 在龙腰州这一片是块响当当的镜子招配 公子只要住过一次 就知道咱们的厚道 徐凤年拍了拍 总算苦尽甘来的寿马 独自走入相当宽敞的院落 只不过才进门 就觉察到四面八方投射而来的眼光 都跟徐凤年杀了他们祖宗十八代似的 相比起来 殿小二就显得极为的寒情默默了 水捅腰的女子 笑着轻声解释 公子别上心 这些野汉子都十天半月 没尝过女人的滋味了 见谁都是这种痴人的眼神 咱们丫头绿客栈 总共就十六位姑娘待客 驾高者得春桥 这帮穷鬼啊 就怕有钱囊比他们更古的英雄好汉 徐凤年哑然失笑 感情这是进了窑子了 有那位腰身粗壮的女壮色护驾 徐凤年付过定金以后 总算是有惊无险的上了二楼 一看便给人异常稳重感觉的客栈女老板 亲自呢端了盆井水 放在架子上含笑离去 徐凤年呢洗了把脸 面皮竟然敢自称生根 那寻常的梳洗并不妨碍 一盆井水已经浑浊不堪 倍感神清气爽的徐凤年推开窗户 转头看了眼桌上的酒碗茶具 竟然是价格不菲的江南工艺 黄紫绿素三彩 色态极眼 难怪客栈敢开口要五十两的顶金 这间丫头绿客栈生意爆棚 应该不是拿人肉做包子的黑店 看女老板呢登楼期间与江湖豪客们不见外的插客打混 显然呢有许多回头客 这让徐凤年如实重负 他不反感打打杀杀 但如果素未谋面 仅是为了银子你死我活 也着实无趣 好不容易游荡江湖 谁想在江湖里边淹死 这院子里边啊 摆了六张饭桌 坐了二十几个人 大多是坦胸漏乳 胸毛横生 喝酒吃肉时 比女子胸脯还要壮观的胸肌一斗一颤 亏得个个好汉 还能保持惊人食欲 粗制裂造的刀枪棍剑 就随意的搁置在桌面上 少有好货 北莽铜铁齐缺 北梁管制森严 带把锄头过境 都要一丝不苟的登记在侧 黎阳王朝的游侠豪徒 出门历练 兵器啊 大多是趁手而上品 马匹倒是可能要比北莽这边差成许多 毕竟北莽的马场墓地 要优质太多 养成熟马 成军制作战不易 八州官府也一样盯得紧 但家底子殷实的豪横之事 花大价钱弄上一两匹 啊 装点装点门面 也并非难事 徐凤年对院子里边 骂骂咧咧满嘴 昏话的莽夫并不上进 倒是客栈一楼大堂几桌 相对沉默寡言的时刻都不简单 其中啊 角落相邻的两桌人物 皆是雄剑之辈身上大多有一股徐凤年 并不陌生的君族汉勇气 众心拱跃一般 拥着一位白发老者 这人呢 眉心有一颗扎眼的红质 气质沉稳 一名潇洒不羁的白衣剑客 独占一桩 悠闲得真酒 白翘缠银丝 剑碎金黄 十分的提神醒目 江湖前辈苦口婆心唠叨 要不露黄白 这位剑侠呢 反其道而行之 肯定是有所屏障 另外一桌 坐着一对啊 身着绸缎 明显贵气的少夫幼女 在鱼龙混杂的丫头绿客栈 就尤其显得出淤泥而不染 志同唇红齿白 眉目与他娘亲有七八分的神似 徐凤年上楼时 眼角余光 瞥见那孩子天真无邪的 站在长凳上 与娘亲要吃这要吃那 挂子脸的少夫心事重重 面容惨淡 强颜欢笑的应付着孩子的撒娇 徐凤年没有打算的出去找吃食 他呼出一口浊气 伸手捂住双耳 手指置于脑后 食指叠击中指 滑下青潭后脑勺二十四 敲遍丰府 凤池 雅门几大桥 是大黄亭中的双鸣天谷 沉天水 体内则剑气翻涌滚龙壁 堪称水深火热 十分痛快寒常 一住香时间后 听到隔壁传来开壁房门的动静 按照步伐轻重推测 是那对母女无疑 徐凤年不再吐纳 脱去外山 盘膝坐在床上翻越刀谱 第六页是霸气无比的剑气开蜀式 当下第七页则是细水流长的鱿鱼式 根据支言片语的粗略注释 大概是王先知年轻时候啊 过夕抓鱼而悟 结合了一位在武帝城折剑而返的剑道高人的精髓剑式 如鱼得水熄细 又如青山山势绵延不绝 一股作气不衰不结 可惜啊这一世免礼藏针 阴柔歹毒 徐凤年一时间抓不到脉络 叹息一声 后仰躺去 闭目凝神 大黄亭是道门无上心法 徐凤年这两年被逼着清心寡欲 美其明月 风尽溃 着实是让人癫狂 说出去啊 要被李汉林给笑伙子 徐凤年屈指轻弹春雷刀叫 耳中传来隔壁叮叮咚咚的 清零敲击声 还有孩童独有的稚嫩嗓音 唱着一首北芒小歌谣 悠悠入耳 别有风韵 清草明年生 大雁去又回 春风今年吹 公子归不归 青石板 青草绿 青石桥上 青衣郎 哼着金铃掉 谁家女儿低头笑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器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 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非要好苦》 草自斑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口 孤明离路 不宜就已虎 帝王江山寄普通